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亲眼所见 打死我也不信 结婚三年了 他为了她 毅然这样义无反顾 还用小爱做幌子来骗我 当年 我们四人是大学同学 关心是校花 钟蕾是学校里迷倒万千少女的风云人物 包括关心和小爱在内 而我 说好听点是红花旁的一片绿叶 难听点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备胎 还备得心甘情愿 没脸没皮的那种 所有人都认为 关心和钟蕾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理所当然就应该在一起的 他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 听说关心为了能和钟蕾上同一所大学 浪费了不少高考分数 从985变成了211 可钟蕾对关心的态度一直都模棱两可 从未公开承认过她是她的女朋友 这就给了我无限的希望 丝毫不介意 关心的心里有别人 一直在她面前当田狗 企图用这样的方式 能换得水滴石川 至于小爱 则是关心的室友 两人的关系不错 一个不折不扣的富家女 当初被钟蕾迷得五婚八素 疯狂用钱去砸 直到毕业也没能砸到铁树开花 是啊 钟蕾怎么可能为了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呢 她谁都爱 又谁都不爱 只有关心那个傻子 这些年来一直不离不弃 守在自己的白月光 面前跪舔 我又何尝不是呢 几年的努力下来 我和关心的关系没能更进一步 和小爱倒成了难兄难弟 相互打气 又哀气不幸 目气不争 为什么就那么不争气 不能换一个人来舔 大三大年 我终于醒悟 也彻底放弃 关心和钟蕾突然官宣了 两人出双入队 准备考研 每次远远看到 关心一脸幸福的站在钟蕾旁边 我的心就如同针扎一般难受 开始刻意和她拉开距离 毕业前夕 因为忙着实习和找工作 我也非常忙碌 已经很久没有关心的消息 只听说她被南方一所知名学校录取 而钟蕾落榜了 直到那天 突然接到她一个电话 王哲 你能来一趟医院吗 想请你帮一个忙 电话里的关心带着哭腔 原本以为早就对她不在意了 可是一接到电话 我就放弃了一家单位的面试 直接去了医院 关心怀孕了 是钟蕾的 但是钟蕾却披下关心出国留学 只单方面提出分手 就断了和她所有的联系 然后人间蒸发 这混蛋 我替关心咽不下这口气 当即就打算动用所有的同学关系 打听到钟蕾的去向 兴师问罪 但却被关心拦了下来 算了 我不怪她 这都是你请我愿的事 王哲 我只请求你 能不能替我在手术单上签字 我这个万年备胎终于派上了用场 还是像以前那样心甘情愿 手术后 我租了个房子 尽心尽力照顾她 后来 关心放弃了毒严的机会 和我一起回了我的老家 她甚至连最好的朋友小爱也不在大里 我知道 她是在用这样的方式 和过去诀别 和钟蕾诀别 表明和我开启新生活的决心 为了能让关心安心 我也和小爱断了联系 我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一年后 我们结婚 结婚三年来 我一直把关心捧在手心里呵护着 恨不能让全天下的所有人都知道 我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媳妇 从关心脸上渐渐多起来的笑容 我敢肯定 和我在一起 她也是幸福的 只是钟蕾成为我们之间的绝对禁忌 也成了我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 谁知怕什么来什么 时隔四年 钟蕾终究还是回来了 而关心静背着我和他偷偷在酒店私会 还对我撒慌 我渡火中烧 想都没想 冲进了这家五星酒店 可是等我冲进去的时候 关心和钟蕾已经不见了 前台也毫不客气 用不能透露顾客隐私为由 拒绝了我找人的请求 我心红着眼 守在楼下的咖啡厅里 握着杯子的手都在发抖 十分钟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在度日如年中一点点过去 关心和钟蕾一直没出现 我无数次地反问自己 如果抓住了他们在酒店里有什么的铁证 我真的能做到毫不留恋 义无反顾地扔了他吗 即使只是这样想想 我的心脏也一阵抽筒 是的 我做不到 我舍不得 七年了 关心早就刻在了我的生命里 我无法承受那玻璃的痛 不想失去它 我甚至自欺欺人地认为 可能他真的是去见小爱呢 只是恰巧钟蕾也在 他说了 是我给了他心声 让他知道原来双向奔赴的爱才是值得珍惜的 他说这些年 我也融入他生命的一部分 不能分割了呀 他怎么可能背叛我 我要相信他 你们骂我窝囊也好 骂我不是男人也罢 反正在这一刻我怂了 我从酒店落荒而逃 再回去的路上 我给关心打了个电话 问他在哪 小爱回来了 是不是也应该见见我这个老同学 他过了许久才接 声音压抑 甚至还带着丝哽咽 好像哭过 老公 改天吧 你一个大老爷们 别打扰我们闺蜜叙旧 我晚点回家 他还在骗我 我心如刀脚 懦懦了半天 却不争气地叮嘱他 好 我等你 我给你做紫鼠蛋挞 你昨天晚上说想吃的 这是我为了关心学做的第一道点心 已经练得炉火纯青 每次他都能一口气吃七八个 然后揪着我耳朵 说胖了 我得负责 将来不能嫌弃他 我怎么可能嫌弃他呢 爱一辈子也爱不完 就是他的白月光回来了 我这个万年备胎可能得让位了吧 电话那头的关心说了一句 叫我别等他 便急匆匆挂了电话 隐约间 我好像听到了钟蕾的声音 听不清说的什么 这晚 关心是夜里十一点左右才回来的 桌子上的紫鼠蛋挞早就凉透 我窝在沙发上木然地盯着电视 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他 是兴师问罪呢 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最后 我坐着没动 看到我的样子 关心皱了下眉头 眼神有些躲闪 我说了 不让你等我 你怎么还等 我站起身来 想要拉他入怀 却被他不经意躲开 转身进了卫生间洗漱 整个人看上去有些憔悴 老公 我累了 先休息吧 不饿 见他这样的态度 我终究还是怒了 他背着我去撕回钟蕾 回家后连一句解释都没有 他把我这个丈夫 到底置于何地 我把桌上的蛋挞打翻在地 既然他不吃 留着还有什么用 累了 你和小爱做什么了 小爱也是我的老同学 每天约他来家里做作 关心的眼底明显有了慌乱 可他还在骗我 小爱他 他工作忙 回国时间紧 这次估计没时间 等下次吧 下次一定叫他过来 他这话是骗鬼呢 我就不相信了 小爱如果真回来 会连见我这老同学的 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 见我满脸的质疑 许久 关心有些欲言又止 老公 有件事 我想和你说一下 此刻 我的心突然提到了嗓子眼上 又希望他和我坦白 但是又害怕他说出自己放不下 终于要离开我的话 我这些年来养成的甜狗属性 此刻在关心面前 发挥到了极致 强忍着心头翻江倒海的难过 再次抱着他 求欢 老婆 我们要的孩子吧 你不是说 要和我儿女双全吗 关心在我唇边象征性的轻拙了下 不露声色 推开了我 过段时间好吗 我就是想跟你说下 我最近单位可能会有点忙 会经常加班和出差 你不会生气吧 他要说的 既然是这个 是想给他们接下来的约会腾时间吗 我苦涩一笑 不想再戳穿他 或许保持着这表面的和谐 我还能像几年前那样 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呢 钟蕾是他少女时期无法释怀的梦 我允许他用自己的方式和他做一个了断和告别 只要他最后能回家就好 没错 在所爱的人面前 即使卑微到尘埃里 也是幸福的 但我也不想这样被动等待 关心是我的爱人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 对他始乱终弃的钟蕾 在几年后 还把他从我身边抢走 第二天早上 我和关心像往常一样 手牵着手出门去上班 路上 关心问我 老公 我们是一家人 不管发生什么 你都会相信我的是不是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一颤 但还是义无反顾 伸过右手 去握住了他的手 老婆 这是当然 在单位上 一整天里 我都有些魂不守舍 临下班前 关心又给我发了条消息 说今天加班 会晚点回家 我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转身就去了 昨天的那家五星级酒店 我要亲自去挥挥钟蕾 警告他 别再惦记别人的老婆 但是到的时候 我还没来得及找到钟蕾 却见到了另外一个 让我意想不到的人 是小艾 几年不见 小艾还和以前一样 浑身带着金钱 堆砌出来的强大气场 满满的郁姐范 见到我 没任何的拐弯抹角 别找了 钟蕾不在这 王哲 真没想到几年过去了 你还是像以前那样怂 昨天明明都进酒店了 也不敢探究真相 你还是男人吗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原来 昨天小艾也在 躲在一旁看我的笑话呢 看着我像傻子一样被折磨 到现在还跑我面前来说风凉话 我一下就怒了 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拽着小艾到了马路边 说得咬牙切齿 够了 小艾 亏得我还念了一份同学情在这里 你就是这样袖手旁观 把我当猴耍的 告诉我 昨天是你约的关心来这儿吗 为什么钟蕾也会出现 我霹里啪啦问了一大堆 但是小艾一个问题也没回答 就那样四笑非笑地看着我 裴姐去喝酒 我就告诉你 几分钟后 我和小艾坐在了旁边的一个酒吧里 小艾闷头喝了几杯酒 被杯一口干 这才开始说话 等他抬起头的时候 我发现他已经没了刚才的霸气 反倒像一个受伤的小女人 他嘶哑着声音问我 王哲 你知道毕业之前 关心和钟蕾为什么分手吗 他甚至也不再理我 把我拉黑后跟你跑了 即使时隔四年 想起关心当年所受的苦 我的手还是捏成了拳头 我不想知道 这些早就过去了的事 钟蕾那混蛋 他现在还有脸回来找关心 小艾 你肯定知道他在哪 告诉我 小艾却打断了我 苦涩一笑 你错了 你必须得知道 因为他对你我都很重要 当年 是我挖了关心的墙角 抢了他的男朋友 所以他才和我绝交 小艾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 一口气说完 如释重负 我愣住 这件事 关心从来没对我说起过 甚至连同学之间 也没听到任何风言风语 小艾似乎怕我不相信 又嘲讽般补充了一句 如果不是我 你觉得 钟蕾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顺利出国留学吗 以他家的家境 又能负担得起昂贵的留学费用 我顿时恍然大悟 难怪当时关心会放弃 南方那所知名大学的研究生入学资格 跟着我回了老家 这可是多少人可忘不可及的梦啊 他对我说 就想从头开始 没想到是被最爱的人 和最好的闺蜜同时背叛了 被伤得这么惨 已经心灰意冷 此刻 我竟然不怪他对我的隐瞒 只是心疼得紧 这傻子 当时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 可既然钟蕾当时为了出国留学 选择了小艾 现在为什么又要回来 打扰我和关心的平静生活 在看着小艾一脸的痛苦 我一下就明白了什么 舔狗始终是最理解舔狗的那个人 小艾就算付出所有 可能也无法得到钟蕾的心吧 我竟然笑了 有种同病相怜之感 问他 你这样做 值得吗 小艾也笑了 就好像回到了我们当初大学时 彼此嘲笑的时刻 两人沉默着猛灌酒 猴头火辣 眼角却差点呛出泪来 所以 在婚礼前夕 他突然告诉我 自己选择错了 还是忘不了关心的时候 我决定成全他 放了他也放了我 小艾告诉我 他和钟蕾打了个赌 如果钟蕾这次回来 能顺利从我手里把关心抢回去 他就悄无声息从他身边离开 再也不打扰 但如果不能 那么钟蕾就乖乖回去 完成以前对他的承诺 和他结婚 我质问他 所以 昨天晚上是你打电话约 关心见面 实际上在酒店等他的 确实钟蕾 甚至那条发到我手机上的匿名短信 也是你发的 是不是 昨天 要不是收到一条莫名其妙的短信 我也不会绕一大段路 从酒店门口经过 看到那让我心碎的一幕 小艾一拳 抡在我肩膀上 又哭又笑 是啊 没错 可是谁能想到 你还是那个耸包呢 临阵脱逃 连桌间的勇气都没有 这是一个听起来 多么荒谬的赌约啊 如果不是在关心面前 做了这么多年的舔狗 我肯定会指着小艾的鼻子 大骂他没骨气 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嘛 非得在钟蕾这一棵树上吊死 可即使在理解小艾的心情 我还是无法接受 他们这样幼稚的行为 我一下站了起来 拽起小艾 就往酒吧外拖 吼他 凭什么 你们凭什么打赌 就要来破坏我和关心的婚姻 如果钟蕾不回来 我和关心能很幸福地生活下去 我们还计划着要孩子 他说了 要两个 儿女双全 我心红着眼睛 早已不管不顾 可能是小艾那句话 也戳痛了我 是啊 我怎么能耸成这样呢 要像鸵鸟一样 自欺欺人一辈子吗 即使是什么结果 我都应该勇敢面对才是 说 钟蕾和关心在哪 小艾抱着沙发不走 开始飙泪 你去有什么用 昨天晚上 他们在酒店里 待了整整五个小时 难道还不能说明一切吗 王哲我们都认输吧 不爱就是不爱 四周的人都纷纷侧目 保安也开始往我们这边走来 但我还是不松手 看起来就像疯子 那是你们 我们不一样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不相信关心对我没感情 在我的执拗下 小艾终于说了一个地址 你要去自取其辱 那你就去吧 我是不想和你一起去丢人现眼了 我丢下它 冲出了酒吧 那是一家在本地还挺出名的网红民宿 郊区 以敬衙取胜 据说每个房间都是独门独院 带花园的小别墅 每年都有不少人慕名而来常住 如今正式忘记 要订到房间 起码是在半年前预约的 有了小艾给的确切地址 我很快就到了中磊租的小别墅门口 木制大门半场着 中磊和关心队坐在小花园里喝茶 这场景说有多浪漫就有多浪漫 唯一让我欣慰的是 好在他们没有任何的亲密行为 关心背对着门 低着头 两人细细碎碎在说话 这次 我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推门而入 好久不见啊 老同学 他们俩看到我突然出现 都吓了一跳 尤其是关心 更是立马站了起来 还有些紧张 懦懦着想给我解释什么 我走过去 把他揽在怀里 即使心在滴血 脸上却依然带着笑 老婆 你说中磊难得回国 我们怎么也应该 禁地主之一不是 关心从我怀里挣扎了出来 看了眼一旁的中磊 然后使劲把我往门外推 老公 你先回家 有些事我以后再给你解释 全程中磊都没说一句话 甚至还坐在那继续喝茶 那一副斯文败类的淡定模样 让我心头的火苗腾腾外窜 解释个屁 我什么都看见了 包括昨天晚上 你们俩进酒店 关心 我真没想到 竟然这么下贱 当年他为了钱 一句话不说 扔了你就跑 是我收的烂摊子 现在他跑回来 你还屁颠屁颠就贴了上来 你就那么不值钱吗 关心一点点往后退 使劲摇头 王哲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的 你早上不都说了吗 你相信我 可我也相信眼见为实啊 我什么都看到了 他还想继续骗我 如果不是对钟磊难忘就情 他为什么要三番两次骗我 而且天天和他腻在一起 关心 我不傻 如果你想与何熊掌兼得 你更无耻 关心的脸上表情痛苦 那是因为一旁的钟磊 大叫了一声关心的名字 他接下来的话戛然而止 啪的一巴掌打在我脸上 但打我的人不是关心 而是钟磊 王哲 你根本就配不上关心 配不上 配不配得上 那不是他钟磊说了算的 我鬼火冒 岂能在他面前示弱 当即一拳 就回怼了过去 虽然钟磊看上去 比在学校那会瘦了一些 没想曾经的运动健将 却变成了个直老虎 他被我那样轻轻一推 一个没站稳 竟摔了一脚 他的额头 正好磕在旁边的石凳子上 咕咕冒出鲜血来 他躺在那不动 虚弱的叫关心的名字 原来 男人里边也有白脸 以前我怎么没发现呢 关心果然就心疼上了 充满怨恨瞪了我一眼 蹲下去把钟磊抱在了怀里 那紧张近 就好像要生离死别了一般 钟磊 你忍忍啊 我马上送你去医院 一个大老爷们 还当真把他当临待遇了 我去拉他 让他跟我回家 别管这种戏精 却被关心狠命推开 还叫了一声滚 我眼睁睁看着他 扶着钟磊走出院子 然后上车 在我眼皮子底下 用最快的速度 开车离开 那紧张的样子 深深刺痛了我 我一屁股摊坐在地上 白月光就是白月光 如今的关心眼里 哪里还有我的存在 小爱说得对 我何必来自取其辱呢 这天晚上 我一夜没合眼 睁着眼睛 坐在客厅沙发上守着 但关心没有回来 第二天 我去关心单位去找他 但他同事说 关心请假了 请了十几天 具体做什么不知道 王哲 你媳妇该不会跟人跑了吧 他请假做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 我胡乱找了个理由 搪塞了过去 落花而逃 但我却找不到关心了 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 大概是对我伤心头顶 跟着钟磊走了吧 反倒是小爱随叫随到 我们约着去喝酒 彼此嘲讽 又彼此安慰 说这些年的真心都喂了狗 你知道吗 钟磊我也找不到了 民宿他也退了 他就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过来 小爱把手机翻出来 上边就只有三个字 还有一张他和关心的大头照合影 你输了 关心那对耳环 还是我今年送他的情人节礼物啊 跑了好几个商场才买到的 他输了也就意味着我也输了 恭喜你啊 小爱我们都解脱了 总算结束了这悲催的甜狗生涯 今后我都只为自己而活 小爱在这座城市里留了十天 在这十天里 他也和我一样 再也没见到过钟磊 十天后他决定放弃 那晚他最后一次把我叫出来喝酒 明天一大早的飞机 送鸡就没必要了 从今以后我们也别联系了吧 免得看到你我就想起这段 不堪回首的日子 你说的对 开启新生活 看来他是真的打算把钟磊彻底忘了 也是啊 这样伤他的一个人 还留着干嘛 这天晚上 我喝得大醉 但是回到家之后 还是趁着最后一丝意识 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我不相信 关心能躲我一辈子 这些天 我发疯一般找他 找了无数我能想到的地方 我想变成甜狗 再次把他找回来 给他道歉 那天在小别墅 不该那样说他 不该打钟磊 可怎么也找不到 我也累了 我想学小爱了 写完之后 我抱着那份协议书就睡着了 一整晚都睡得不太安稳 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梦 在梦中 我竟然还梦到了 我和关心的孩子 真的是一儿一女 非常漂亮 乃声乃气的叫爸爸 我是被笑醒的 醒来后 听到手机铃声大作 一看时间 已经上午九点多 有四五个位接电话 都是一个远房表妹打的 这丫头才毕业没多久 进了一家医院实习 平时我们的交集不多 也就逢年过节的时候 问候一下 不过 他倒是见过关心几次 对这个嫂子非常喜欢 哥 你在哪里 我在医院看到嫂子了 你赶快过来一趟 什么 关心在医院 我丢下电话就赶了过去 在医院门口 我被表妹拉住 她给我打预防针 嫂子确实在医院 我也是今天早上才发现的 在血液科 表妹死咬着嘴唇 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 哥 你别激动啊 嫂子她 她在医院一直照顾一个 叫钟蕾的男人 两人看起来关系不一般 可能是宿醉后的迟钝 我久久都没反应过来 钟蕾怎么就住院了呢 从表妹的口中 我才知道 钟蕾是那天晚上 被送到医院的 她额头上磕碰的伤 真的差点要了她的命 我偷偷查看了钟蕾的病例 她是白血病晚期患者 有凝血功能障碍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 已经快不行了 这两天情况稍有好转 说到这里 表妹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不过 像她这种情况 接下来的话她明明说 但我也听明白了 不忍再问下去 你带我去见见他们 在病房 我见到了额头上 还贴着纱布的钟蕾 关心坐在那番手机 钟蕾 小艾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你可以放心了 也不知道小表妹通知王哲 那大傻缺眉 钟蕾的眼睛 却看向了病房门口的我 她笑 关心 你赢了 她来接你了 看来你当年的选择是对的 你没看错人 王哲确实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那我也能放心了 关心慌乱转头 眼底里一下戴上了惊喜 然后扑到我怀里 老公 我们回家 我还是云里雾里 再次有种被他们当猴耍了的感觉 推开关心 故意板着脸 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离家出走了吗 还什么都不说 你这是 这是要急死我呀 你不知道我会担心你的吗 我越说越激动 三秒后就再也绷不住 再次回到了自己舔狗模样 钟蕾坐了起来 声音虚弱 兄弟 你别怪关心 是我求着他帮我一起演戏的 我自己的病我知道 是治不好了 我不想当年对不起关心 如今还对不起小爱 尤其是小爱 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的 就是一根筋认死里 我一下好像明白了 原来钟蕾是在用这样的方式 让小爱彻底死心啊 可为什么要搭上我 他们这样做 真的让我差点失去关心了 你别问为什么 这也算是对你的一个考验 关心说 就算他跟我跑了 你也不会放弃他 我当时还不信 如今看来你小子真的做到了 我偷偷把口袋里的离婚协议书揉成了一团 还好还好 没让关心看到 然后拿出手机 心急火燎 要给小爱打电话 你这样做对小爱不公平 他有知道真相的权利 关心却把手机按了下去 老公 我们尊重钟蕾的选择吧 他说不想让小爱看到他离开前的凄惨 他想自己在小爱的记忆里 一直都是美好的 哪怕他恨他 我没再坚持 这时 钟蕾抬起头 看向了关心 你能出去一下 我单独和王哲说几句话吗 关心出去之后 钟蕾问我 兄弟 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和关心分手 选择跟小爱出国吗 他和小爱都怎么回事 都在和我打哑谜呢 我忍不住 还是为小爱和关心打抱不平 还能因为什么 就因为你落榜而关心却考上了 你觉得你配不上他了 然后又看中了小爱家的钱 才跟着他走了呀 这些小爱都跟我说过 你无耻 脚踏两只船 钟蕾却摇了摇头 你错了 是因为关心发现 我和小爱暧昧之后 我们大吵了一架 然后他告诉我 其实他心里喜欢的人是你 我这才一怒之下 跟着小爱离开 可我万万没想到 和小爱在一起的这些年 我早就爱上了他 也因为爱 我才不忍心看着他 为我难过 我愣在哪 不知道是为我不再是 万年备胎而高兴 还是该为钟蕾和小爱的 分开而难过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我愿意见到这里就会有什么好看的 我愿意见到这里就会有什么好看的